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喝完酒之后我给小陈打电话 我说你来接我 上车之后我就睡着了 我也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第二天小陈发了个信息给我说 家里有事要走了 然后我听我的朋友又说 他拿了五大分 十万块钱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 我的司机为什么拿他的十万块钱走 如果这小陈真的拿了这十万块钱 你会怎么样 我跟他大概在一起相处了两年 我相信他不是那种 拿了别人十万块钱 不顾一切的人 我现在就是觉得 古大分可能从中间有作怪 可能是古大分把小陈逼走了 而且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我就是不知道 你没去问古大分那天晚上干嘛了 我不太想去问他 其实古大分 他其实也是我的追求者 但是我一直都是拒绝的 古大分喜欢你啊 古大分知不知道你喜欢小陈 他知道 所以他吃醋 这是必须的嘛 你不怕你要是跟小陈在一起古大分就不跟你合作了 如果我 因为小陈这个事情跟他不合作 其实也是可以 但是我不是那种忘本的人 我觉得吧 他还是我的像大哥一样的 我还会很真诚地对他 希望还能跟他做朋友 我不管今天怎么样 我都要向小陈表白 小陈对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我跟他大概在一起相处了两年 这两年中 他经常照顾我 还有我的家人 平日里会帮我买生活用品 还有我家里人的生活用品 基本上我们都很默契 讲话都会一口同声 我也会跟他说 我们两个挺默契的 可以试着交往一下怎么样 你是开玩笑这样子 他说可以啊 因为他平日里说话其实挺少的 但是因为他这句话说出来之后 我觉得他其实内心章还是有的 我觉得你在情感方面有一个误差 就是你会误以为小陈对你有情愫 你有没有考虑到他只是你的司机 他是因为这个薪资而对你付出 这只是他的一个职务的范围之内 谁说是他职务的范围之内 他职务是司机 他的生活用品与他与小陈是无关的 不不不 你错了 你知道有很多的私人司机 对自己的老板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很多女人她在事业上叱咤风云 但是她在感情上智商为零 乍一看你真的是肤白腿长 羊柳腰 身价不菲 颜值高 大叔追求总说不 欲解偏爱小鲜肉 这个事情很明显 谁不爱财啊 对不对 那么现在这个时候 他又面临着一个十万块钱的诱惑 他肯定就觉得说 那我先拿这十万块钱 大不了我再找份工作呗 反正我尽心尽力的这种心是一样的 而且谷大风要小心这个人 因为他在中间一定是使了一些 见不得人的伎俩 甭管是金钱又或 还是其他的语言的威胁 小陈为什么拿呢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吗 如果说我拿了这个钱走人 我以后也可以不影响 女总裁的生活了 你要想想 当谷大风已经水起风生 小陈还没有出生 如果没有谷大风 你是否有经济基础跟小鲜肉 一起走向浪漫人生 他可能没有拿这十万块钱 或许是因为别的什么特殊原因 突然间离开了 你说有什么特殊原因 他自己都 他自己都说出来 是小陈拿了十万块钱离开的呀 我觉得小陈要是拿这十万块钱的话 其实并没有任何的错误 他只是想跟你结束 你们现有的雇主关系 可能在他的心里面 他觉得你和那个谷总是更合适的 以前我都是为别人付出 现在不一样 小陈为我付出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男人 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男人 如果这小陈真的拿了这十万块钱 如果他是真的贪财 拿了这十万块钱 那他就不值得我去爱 半个月前 万婷和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同时也在追求自己的古大风 外出应酬 万婷在喝得不省人事后 打电话叫来了司机小陈 然而第二天 小陈突然不告而别 最后万婷打探到 小陈之所以离开 是因为拿了古大风的十万块钱 两年的朝夕相处 让万婷坚信 小陈绝对不是一个贪钱的人 但是碍于生意合作原因 万婷又不能直接去找古大风 那么司机小陈 是真的收下别人的钱 而离开万婷 还是另有隐情 万婷喝醉的那天晚上 又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天她会来到现场 接受万婷的告白吗 这次回来就会说 再次回到金子 我今天帮助了 再次回到金子 前面 再次回到金子 我今天帮助了